聊數碼新聞動態談行業內謀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期的健哥說 我們來看一看這週的健哥說有哪些好玩的事 一看到這個盒子大家就懂了 這個首先我們就要說一說這個我們的老朋友ROG ROG也是在上週發布了這個他們的Z590板子 叫M13H 大家猜猜這個價格 有點吃驚 4 3 9 9 4 3 9 9小遊戲 瘋掉了 瘋掉了 這個比那個11900K還要貴 11900K呢我們也之前做過詳細測試 雖然呢他的理論的單核的跑分 比5W龍還要高一些 那我們說出來他的遊戲性能有些不盡如人意 不僅干不過5900X甚至相比10900K的話還略有開到車 所以說這個板子也是非常尷尬 說實話這塊板子其實堆料堆的非常猛 之前華碩的Hero系列的話呢 它的CPU供電都是8加4Pin的 這次也直接採用了8加8Pin 哇那個供電那邊哇幾項堆的我都懶得數了 哇好多好多 那個MOS管散熱那邊也是堆的啊 恨不得直接嗨一塊鐵駝子上去 後面的背後的那個USB接口 哇一水的全是USB3.1這個10G的接口 那甚至還有兩個雷電接口 這看的不可謂不豪華 但是我想問一點 11900K 這個本身就很一般的這個CPU 真的配得上這個比他還要貴的主板嗎 我承認這些多的供電 多的這些散熱 這些多的MOS管 那後面多的背後的這些USB接口 多的這些亂七八糟的裝甲 看起來是很牛逼 是要增加不少成本 但是這些增加的成本 有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呢 對CPU的性能哪怕是有一分一毫的提升嗎 沒有任何的提升 那麼這些堆料 純粹是為了賣高價而去堆得了 真的我感覺非常的惋惜 曾經的王者ROG 現在為什麼要靠到堆毫無意義的料來增加價格呢 真的是令人費解 希望華碩台灣部門好好反思反思 新的12代U10nm的年底就要上了 這個板子也就半年的壽命 而且Z490主板刷個BIOS 也能11代U支持PCIe 4.0 M.2和顯卡都能支持 那這個板子除了智商檢測 還有什麼必要呢 可能是適合玩4.399小遊戲吧 那說完了這個ROG的這塊令人無語的4.399主板 我們來揮揮揮說一個上週很多人關注的話題 就是所謂的WD取消了個人送保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首先我覺得就是 相關的一些自媒體轉發的時候呢 其實有一些對原新聞沒有認真的了解 其實我看一下那個新聞 就你直接說WD官方拒絕個人送保的話 其實有些不準確 其實仔細的說應該是WD官方 把個人送保的這個流程直接甩給了國代去處理 WD官方不再處理 而是甩給了國代處理 這件事情我們仔細看看是怎麼回事呢 因為這點我們就首先我們要 旅一旅這個WD的這個整個的這個 有些複雜的這個體系 那WD的部門呢其實它在內部的話 它的固態和機械硬盤 它是一直是屬於分開來兩個部門的 像機械硬盤和企業級的一些東西嘛 它主要是北京那邊部門在操作的 然後呢像固態這些東西呢 它主要是上海這邊部門的操作 那兩個部門算是平行的部門 互相都有自己的市場部門 互相也有自己的一些啊什麼東西啊 所以說大公司嘛對吧 它就像這樣子 所以說WD的固態跟機械兩個部門呢 其實還是分的有一些關係的 那麼這次出事的就算是那個他們固態的部門 這裡還要再理清楚第二點 那就是WD的那個所謂的什麼之前的官方 那個售後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情況啊 其實這個官方售後的話 嚴格一談說的 也是一個外包的第三方公司 那就是WD它外包給一個叫 西數城市快車的一個第三方機構 那這個機構大部分是一些省會城市啊 一些一線城市啊 做那個硬盤數據恢復的東西 因為之前WD主要是機械硬盤嘛 所以說啊機械硬盤的售後 往往會牽扯到一些數據的恢復啊 所以WD一拍即合對吧 直接就各地找了一些對吧 做數據恢復的公司 然後把售後外包給了他們 那他們是怎麼操作的呢 這些不得不齊那個西部數據 城市快車非常騷的那個啊 三倍運費的一個操作 就正常我們消費者產品售後嘛 啊一般也就付一到兩次運費對吧 有的廠家是啊 比如說你承擔一下你寄到廠家的費用 然後廠家售後的時候 他在承擔寄回的費用 那有的廠家可能對吧 最多就是啊來回運費你承擔一下啊 別的東西就沒有什麼別的費用 那甚至是有一些啊廠家更好的啊 可能就是雙倍運費對吧廠家都承擔了 你不用掏一分錢啊 WD的話 WD的這個外包的第三方的 城市快車售後就有點騷啊 他要付三倍運費啊 除了你正常的往返的運費以外 還有JF對吧 他寄給WD的運費 哎 這就是啊非常的噁心了 我們之前組的話 一般是一個費用是15塊錢 關鍵是怎麼 就是說 你說你寄一個硬盤收15塊錢咱的理解 但是傻子都知道對吧 你西部數據城市快車一次又不是只收一個盤 對吧 你還不是定期的 比如說你收了10個20個盤 這一個盤一起寄給WD 哎 你想對吧 他一寄一次售後也就十幾塊錢的運費 哎 他每個盤收個15塊錢運費 哎 中間賺的這個差價 哎懂的 還蠻賺錢的 他從中做了什麼事 他什麼也沒有做 他只是收一個盤 然後寄給WD 結果他只是承擔了一個收盤的義務 最後返球還是WD去返球 但是白白就賺這個錢 所以說可見WD這個西部城市快車 每年靠這個運費就黑了多少錢了 關鍵是你黑完運費就算了 那個售後速度極慢 因為我說了嘛 中間多了一道啊 就正常的話 比你正常找WD 往返寄一下 中間就多寄了兩道快递 所以基本上每一個半個月一個月的話 盤是根本回不來的 而且最噁心的是什麼 我之前也說了吧 WD的這個程式快車是來源於 之前的那個機械硬盤 所以說這些外包商的話 他都是有數據恢復的這些業務的 所以他就不停的跟你推銷 哎呀我們這個公司是什麼 WD官方認證的這個啊 恢復數據啊 所以你趕緊怎麼怎麼 所以就體驗特別糟糕啊 名義上講對吧 叫WD官方全國聯保個人送保稅後 實際上填一會你就知道了 極為糟糕 所以說講實話 我自己也是賣WD的固態跟機械的 但是我都極不建議消費者去找啊 當然說你自己願意多掏運費 自己願意在外面等 你就去找好了啊 但是我們情況下 就WD負責固態的那個部門啊 跟這個細部城市快車 也不知道什麼東西 沒有達成協議啊 就是他們把固態的東西就不保了 就是他怎麼甩呢 因為WD的固態進來的話 他一般有幾個國代啊 你像什麼韋式啊什麼之類的啊 相當於一個盤他有分給好幾個國代啊 就類似差不多像英特爾啊 AMD也都有這樣的操作 就是說他現在 西部數據城市快車 他不提供這個服務了 就是你最多你找到WD WD告訴你 你說你這個盤啊 是哪個國代處理的 對吧 你直接找那個國代去售後 不要就是繞過那個第三方去售後 其實這東西咱們有一說一嘛 從名稱上說出去那肯定是不好聽 哎對吧 就是我還要去多找一個啊 不能找你WD的 要找你的那個國代了啊 有點煩 但實際上啊 你找國代 其實比你找那個坑田的第三方售後 還是要好點的 因為國代的話 講說他也沒有專門的說是 對吧 處理個人售後的這些東西 比如說你是南京的這個客戶 南京的盤壞了 你找到國代 最後國代一般也是 也是讓你找個南京計畫廠去換一下 其實從結果上來說嘛 可能比你找那個第三方售後的話 還要省錢還要更快一些 但是呢你這個傳出去對吧 就就非常難聽 就什麼西部數據不支持個人送寶了 穿穿穿去不就成這樣嗎 這邊也反映了什麼 就是WD的這個 特別是固態的這個公關部門啊 非常垃圾 我看到Codejoe發了一個視頻 也寫了文章 批判了什麼 WD固態的這些公關啊 整天推廣那個 宛如智障的AN1500 涉到自己產品實在的影響銷量的時候 比如說之前的那個 冷數據門事件啊毫無作為 那這次的固態 涉及到售後政策調整東西 他又在那邊什麼東西都沒有 在那邊罵什麼的 那這裡裡面又要搞清楚 因為WD的固態的 他們的市場推廣 也有外包出去了 外包給了上海的一家 我就不說全名了 省得人家又來告我清白名權 叫熱插科技去負責的 那包括那個WD那個 某站上的一個什麼 那個號碼什麼Black什麼號碼也是那個熱插科技弄的 所以說你就能理解了 既然都是甩給那個第三方的那個公安公司去弄的 那個公安公司他們B站後浪站也有號 你就看看發的那個視頻水平 咱就也不多評價了 傳統媒體嘛 也就是說一方面 謝謝軟文 一方面 自己又作為一個總包商 把廠家的這個市場推過來 再奮發給人這些東西 懂得懂得 所以說恭喜人家做你這個推廣 就是為了掙錢的 就是為了大軟文商轉包給小軟文商 所以人家根本不會去管你那些什麼 這些什麼比較考驗水平的危機公關家 完全不會管的 所以說大家也理解什麼的 所以當時那時候我還看到有人說 我這篇什麼文章什麼放在什麼平台上發不出去了 是不是誰來公關了 哎呦你還真的想多了 人家真沒這個水平 人家只會分發軟文 這種正而八斤考驗實力的這個危機公關家還真不會了 你真的錯怪人家了 所以說這點我也多說兩句 WD的這個固態這兩年能起來 我覺得說白了它就是殺價格 在之前講實話 WD剛做固態的時候 我對他也不是很了解 什麼時候了解了 他突然價格幹起來了 WD好歹也算是跟三星英特爾一樣是一線廠家 但是他突然把價格幹到二線廠家的價格 同時呢 質量的話 質量跟性能的話也是處於一線水平的 哎那個時候大家多好多牛逼啊 所以根本不需要打廣告 大家就去買了 那現在銷量起來了 這個市場率也有了 你再去打一些 我覺得就完全沒有用的廣告的話 我覺得真的不知道如何去那個 咱這裡講一個有一些腦洞大開的想法吧 我覺得乾脆 WD固態部門也沒有必要說是把他們的那個市場推廣去包給那個什麼公安公司去弄了 那直接也不用做推廣了 直接把這塊錢都給他們 哎你們來幫我們做 個人送保的售後多好 承擔來回運費 直接幫你搞定 哎我覺得這樣弄的話 可能比整一些毫無作用的推廣 意義要大很多 但是我覺得不可能的 因為都是有利益關係在裡面的 那第三點 我們說一說這個也是上週的一個後續嘛 上週我不是提到那個影池的那個啊 3070新藥嘛 4299就找羅老師帶貨 那後來就是有相關人士嘛 就是跟我聊了聊嘛 對吧 啊 首先是大倒苦水 對吧 說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京東牽頭弄的 對吧 影池屬於被京東白嫖了 哎 所以影池內部對這個東西呢 也不想去過分的宣傳 因為他們的貨給了京東了 哎 京東放了好好的4999 無貨他不賣 他找羅老師帶貨 帶4299 這個啊 不管怎麼說對吧 消費者多一個渠道啊 雖然基本上都是買到都是黃牛 但是還是給消費者一些搶的機會了 對吧 你平時在直接上京東的話 對吧 你消費者根本連搶的機會都沒有 直接被內部逼購買幹掉了 或者對吧 插件幹掉了 你至少到羅老師那邊還給你搶的機會啊 雖然啊 還是比直接上京東要好一點啊 所以說這東西啊 亂了 太亂了 所以我真的特別費解 為什麼京東這個時候要幹這種事情 那可能年底了這個市場費用花不掉吧 啊 瞎猜的 瞎猜的 另外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有沒有發現影池天貓旗艦店 對吧 影池天貓官方旗艦店 哎 他在賣的3070顯卡哎 價格是6500 還要搭那個影池的固態 哎這個價格劃來 這個一張顯卡價格就要5000大吉了 京東早安帶貨4999 哎 影池自己的官方天貓旗艦店賣5000大吉 再搭一個固態賣6000多 哎 是不是覺得非常搞笑呢 這裡就清扯到一個就是 一個很敏感的話題啊 就是 廠家的天貓旗艦店 它到底是不是廠家官方的 哎 直接告訴你結論 絕大多數的所謂的官方旗艦店 都不是官方的 都是啊 代理商看的 就比如說這個影池的天貓旗艦店 影池實際上他們的公司總部在哪呢 在深圳的那個NU大廈 五多少五十多層啊 正好跟那個根深實際上這個地方 因為影池跟根深實際上都是同德系的 他們的辦公團都一樣的 但是那個影池天貓旗艦店 哎 它在哪裡呢 啊 實際上是在南京的珠江路的華海大廈啊 多少層啊 就是在我的淘寶店的樓上 哎 哎對吧 這就有意思的吧 那實際上這個影池的那個天貓旗艦店 是外包給江蘇南京的那個影池的代理商開的 叫南京富美蘭 這家代理商同時也是技嘉主板和海盜船外設的 一些的代理商 自從南京富美蘭借了海盜船的這個代理以後 我就再也不用海盜船的東西了 因為他們什麼東西也不懂 對吧 什麼時候也不會處理啊 除了會載人他們什麼都不會 那同樣的 他們講來好像 我自己店裡的技嘉主板用的比較多 但是我沒有一片主板啊 是從南京富美來進的貨 因為他們把售後極為垃圾 然後價格極為爛 而且不提了不提了 就特別特別特別垃圾 所以說他們去代理影池的這個天皇旗艦店其實也很簡單 他就是為了撈錢 所以說在這個時候他們根本就不會去考慮啊什麼啊 這個顯卡到底要賣多少錢啊 是不是要 對吧 維護一下官方的體系 對吧 不能搞官方漲價什麼 因為他們 沒有用 沒有他們就關心了 對吧 我這張卡 到我官方旗艦店了 對吧 不就官方旗艦店不就是 哎 名的能給我漲價呢 哎 比如說一張卡 哎 官方旗艦店賣6000 哎 別的店賣5800 哎呀 你那就會選擇6000的 哎 才覺得官方旗艦店官方嘛 更珍貴一點 哎 所以說他們就抓的這個官方的這個來撈錢什麼的 哎 所以說 特別那個 啊 在第二類的話 這樣的 所謂的官方旗艦店是外包出去的現象 比比皆是 我這裡就不想多說了 就一個簡單判定的 那一般廠家的總部都基本就在北京呀 上海呀 廣州深圳這四個地方 絕大多數啊 大概90%多在這地方 但是你會看到 這個官方旗艦店的話 很多時候根本就不在這些地方 在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哎 那基本上1289的話 那個官方旗艦店是外包的 所以說 我覺得怎麼說呢 就是說 如果說他這個官方旗艦店 那價格賣的也正常也合理 哎 買個官方的話 啊 反正你也不虧 但你千萬不要因為去為了相信 所謂的官方 覺得去購買官方的更有保證 然後去花錢買更貴的 哎呀 你這個對吧 就中了這些無良的 啊 代理商的這個東西了 其實說回來這個影池的這個 3070這個賣 啊 五千大吉的這件事情呢 為什麼他賣五千大吉 因為現在外面挖礦的顯卡 啊 大概是在 啊 五千六五千七的價格去收 哎 那所以他們就賣的跟啊 挖礦的那種差不多的價格去那個 我說實話 五千六五千七去收3070的話 挖礦呢可以接受 因為他們早一天買到就早一天賺錢 現在差不多3080挖礦的話 一天能征50塊錢 所以說對他們來說多個一千塊錢 也就是挖個礦也就能回回來的事了 但是普通消費者的話 他們根本就接受不了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外包給南京富美來的 這個飲食天包企業的話 他就是為了對吧 增這個黑錢 對吧 他可能 對吧 我覺得你你為你何必把這個 這個貨你掛在天包店上賣呢 說白了他就是一方面想顯卡撈點錢 一方面想清一清那個固態的啊庫存 所以搞了一個綁金子的東西啊 否則的話 我估計如果不是因為固態庫存的話 他直接就不上架了 直接把這個貨 對吧 直接賣給礦老闆了 哎 所以說真的是非常那個 你作為一個官方旗艦店對吧 你既然你平時享受的官方旗艦店 給你帶來的溢價的紅利的話 這種動作缺貨的時候對吧 咱還是要稍微有點節操啊 你實在不行 對吧 你想偷偷賣給礦老闆了 沒事對吧 旗艦店無貨沒事 就乾脆掛個無貨 對吧 不要掛一個高架 還硬塞一個固態去噁心人 對吧 何必呢 何必呢 啊 而且咱說實話 南京富美來運營影池天包騎電店 幹的缺德事 也不是這幾一件啊 還有一些跟著缺德事 咱也就 哎呀 不想多說了 比如說之前影池跟NV在那個南京 不是搞了一個會嗎 我當時那個 對吧 那個懟那個NV經紀的那個會嗎 哎 你知道最後那個3070那張顯卡 最後抽給誰了 哎呀 抽給了那個飲食天包騎電店的那個店長 說實話確實是人家抽到的 但是對吧 你本身作為飲食官方天包騎電店的 啊 雖然是外包商的一個運營的店長啊 你是跟玩家搶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對吧 不是特別穩妥啊 不是特別穩妥啊 就是這樣 這顯得格子有點低了 那這拿出來重新抽一下 不是更好嗎 哎 可能人家對吧 就是貪錢啊 沒辦法啊 那今天的健哥說就到這裡了啊 這應該是我們春節之前的最後一期的健哥說了 那我們會在春節期間啊 放三期啊 之前給大家挖一個大坑 就是啊 我和AMD的愛恨情仇 哎 我們分為了三期來講講當年啊 大概四年前發生的那些 哎 一代任務的時候的好玩事情 哎 大家在春節期間 哎 千萬不要走開哦 哎 如果這個視頻的點贊超過一半的話 哎 我就會考慮對吧 趕緊抓緊更新對吧 趕緊把這些那三個視頻給跟出來哦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別忘了點一個小鈴鐺和點個贊 因為我們是全職YouTuber 你們的點贊對我們非常重要 如果想要點更多電腦資訊的話 可以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潮玩客cdok 那如果想購買電腦的話 可以來我們的淘寶店鋪 潮玩國度數碼 或者淘寶搜索商品潮玩客 這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